小狗不可以吃生鸡蛋 生鸡蛋容易被细菌等病原微生物污染 比如沙门氏菌 假如直接给狗狗喂食生鸡蛋 将会导致细菌性肠胃炎 严重时可能会引起比较剧烈的呕吐和腹泻 生鸡蛋中还含有一种名为卵白素的蛋白质 假如小狗身体摄入过量卵白素的话 就可能会影响小狗本身生物素在身体中的功能 比方说会消耗狗狗体内的维生素H和维生素B7 生物素对于小狗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稳定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帮助体内细胞生长 促进新陈代谢以及脂肪的合成 而在这其中 维生素H可是狗狗身体成长的必要成分 被过多消耗可是会影响狗狗健康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